中文读的同学 用英读读的同学 常常都会拷乱这四个字 他们都真的很像 要避免拷乱 当然如果你真的很熟 就不会拷乱 但一开始不会 就是这个状态 我们怎么可以加速这个过程 这四个字译回到中文 其实就不太像 所以用中文读的同学 基本上就不会拷乱 要令到自己 能够分辨容易混淆的字 或者概念 最长时间有效 深入的方法 就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深入一些 当然 亦都有一些促成的方法 这篇片后面会讲 要了解字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了解它的起源 这几个字 我们就应该由Koukos 葡萄糖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在Wiki搜索 Koukos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 它源自一个希列文 希列文可以选Wine 或Must Must Koukos 葡萄糖 所以也有关系 而先有了Koukos 葡萄糖 Koukos 最后三个字母 Ose 就被人拿来解糖 以后在英文中看到的字 字尾是Ose 都应该跟糖有关 于是除了葡萄糖之外 又进而衍生的 Fructose 果糖 Lactose 乳糖 甚至Cellulus 这一系列的字 都是把前面一个字头 然后加上Ose 就是跟糖有关的字 然后再由Koukos 就衍生了Google 葡萄糖 就衍生了乙高血糖 这个字 Google 如果一般 同学都应该是 Form 5 才会学 如果你是中三中四 基本上 你就不会看到它 所以就没有说会混乱了我的问题 不过我们都要顾及中五和中六的同学 所以这条片后面的用图像去记忆的方法 就会把Google整合进去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和第四个字 就是Glycogen 糖原 和Glycero 金油 它们都是由GLYCO 这个字头开始 这个字头就是解甜 或者解糖 用Glyco 这个字 还可以砌一些字 比如Glycoprotein 中文就是糖蛋白 意思就是有些蛋白质上高 是联系着一些碳水化合物 Glyco lipid糖脂 都一样 就是指有些 lipid有些脂质 它也是黏了碳水化合物 Carboidratase 在上高 糖原Glycogen的后面就是GEN GEN GEN就是中文一般都是解 什么圆 这样的意思 看回英文的字元 就是可以产生一些东西 英文有很多字都是用GEN 如果大家开开这个页面 我们按一下这个位置 就会弹出很多字 这些字 如果译回中文的话 有很多字都是什么圆 就是那个圆字 就是解开什么圆头 所以Glycogen这个字 其实中英是一样的意思 Glyco就是糖 GEN就是圆 Glycogen Glycogen在一起 就是可以产生糖的物质 实际上Glycogen 可以被分解 变成Cucos 变成普鲁糖 然后我们看Glaserol Glaserol Glaserol 金油 尾就是ol ol ol 第一个解释 可以叫Alcohol 就是酒精 第二个解释 可以解Oil 就是解油 所以Glaserol 这个英文 和金油 这个中文 意思也是一样的 因为Glycogen可以解甜 金 就是中文 饼金或者甜 接着 它后面OL 可以解油 也可以解酒精 如果大家再深入一点 看金油的化学结构 它其实是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 再研究一些 就是唇的结构 就是OH group 刚才讲解了这四个字的根源 而我们要深入 把它们分辨 就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它们的最大一连细 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关于血糖水平的调节 具体关于那些原理 大家可以看回这条片 我们现在是说 如何记住它们 不深入探讨 首先 过剩的Cucocet 葡萄糖 就会被储存在肝 就形成Glycogen Glycogen糖原 就成为了体内 一个葡萄糖的来源 也是糖原这个字的意思 而Gugelgan 移高血糖素 就是一种Hormons 一种激素 会引致肝 将里面的Glycogen糖原 拆散 变成Cucos 这里 这个图 就将它们三个字 连在一起 为了令到自己的记忆更加深刻 我们就可以省略了 那三个字相同的部分 或者相近的部分 然后就特别强调它不同的部分 所以如果图变成这样 就是G-O-N 就会令到G-E-N 变成O-S-E 最后剩下一个字 就是G-E-N 它就和上面那一组概念 没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就将它特别的部分 就是字尾 OL 强调放大它 我们就多点看着这个图 然后就配合你对 其他生物科知识的理解 砌它 就没那么容易再混乱了 我一会 स看我 我是不是 GOOD 须别小便 我说是 Including our уст 不yg 跟危险 势 拒绎 有什么